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一顿饭 走一步路 和每一个人打招呼 甚至与一只蚂蚁 一只飞虫相遇 都变得那样重要 因为那是当下生活的全部 不注重行事 并不是不要行事 当你往行事里注入你的专注 你的喜悦 你的觉知时 那感觉有多棒 且行事在这种喜悦 专注和觉知中消失了 所以 行事从来不约束人 只约束那些狡猾的 不老实的 不像踏踏实实修行的孙悟空一样的头脑 没有行事头脑 多么高兴啊 从此它可以海阔天空 腾云架雾了 但小心 你有可能中了头脑的计 没有行事 头脑无所归一 没有归一 又不肯羞持觉知 从哪儿入手下功夫啊 那颗不定的心安住何处 开始了解它自身 光思考吗 如果仅从思考中得到解脱 那仅仅是一种头脑禅 思辨禅 它给你的是一种虚幻的自由解脱 一点也经不起世上的检验 所以 真正的修行者应该注意审查那些 过分强调不要行事的教导 不管在家出家 修行人都不应轻易丢掉那端庄端正 丢掉端庄端正恰是头脑想要的 因为头脑惧怕约束 不丢掉端庄端正 也不是说你时刻板着个脸 板着个身子 行住坐卧 而是时时觉知自己的一言一行 提醒自己待在正觉正念里 待在正觉正念里的人 自然常常流淌 强和端庄的爱之光 这是修行人的光 学佛最重要的是做佛 如果一个人能够立刻做佛 那么他的所行就是佛行 在行事上做佛和在精神上做佛同等重要 有人只在行事上做佛 有人只在精神上做佛 有人在行事和精神上都做佛 但无论怎样 我们都在做比试课我们能做的 作为佛教徒 我们学佛 除了读经就应该学习像佛陀一样行走 像佛陀一样站立 像佛陀一样微笑 像佛陀一样带人接物 当我们完全活在佛性中时 已然没有形式和精神上的分别 一个人从里到外自然流露佛性之光 端庄端正 柔和安详 2500年前到今天 人的本质一点也没有变化 变化的只是个幻想 人的本性没变 人的四大没变 因缘和合的规律没变 佛性没变 一切都没变 佛教的师父是佛陀的化身 代表的是佛陀这个像 所以更应该行如佛陀 站如佛陀 走如佛陀 说话如佛陀 微笑如佛陀 不展示佛陀的端庄端正 怎能是佛陀的代表或化身呢 师父在前走 弟子在后面笑法 这就是修行 佛法没有末法 末法只是说法 佛法在哪儿 在人心中 佛是谁 佛是每一位 每一个 有佛想 知佛念 做佛行 人人都是佛 学佛者 请向佛陀一样走路 请向佛陀一样呼吸 请向佛陀一样吃饭 向佛陀一样咀嚼 向佛陀一样安卧 向佛陀一样住室 向佛陀一样微笑 向佛陀一样做人做事 如此 这就是遵佛奉教 我们常常不知道 修行具体该做什么 除了学经 这就是修行的日常内容 作为佛的后人 我们常常晚上带珠 顶上挂珠 手里碾珠 碾着那十八粒佛珠 日夜呼唤着佛的名字 你真的记起佛陀的嘱咐了吗 你真的按佛陀的遗嘱做了吗 问一问自己 我与国土成就位已了吗 我严禁匹尼了吗 我红饭三界了吗 我月珠陈泪了吗 我庙堪遗嘱了吗 请自检点 自我审查 做一名真正的佛家人 不管是穿白衣 还是身逐黄袍 特别提醒 八字风水不是迷信 正确地利用一经风水 化解命中难题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建议或意见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